當然這個臺積電 在這個川普勝選之後 的確是面臨很大的一個壓力 而川普勝選 現在也讓美債出現了拋售潮 可以關注到這個聯準會 在上個禮拜又放英 所以在上週五可以看到 在十年期公債殖利率的部分 請到期展一度越上了 百分之四點五 但也因為來到了百分之四點五 所以積出了一些的買盤 加上美國股市 也開始有出現了回檔 大家就說這個時間點 我是不是應該要棄股買債 我覺得可以稍微做一點 資產的配置 用一個再平衡的角度 因為其實之前股市漲滿多的 我假設之前是例如說 股票占七成 債券占三成的投資人 在這一段股市大漲 債券跌下去的時候 可能已經變九一了 所以他把它調回來變七三 是合理的 因為本來就是有個再平衡 不然的話你就會手上 如果最近股市表現很好 就一直上去 就不是一個資產配置的概念 所以是可行的 好 那只是我們要了解一下 這一波為什麼殖利率會衝到4.5 跟為什麼稍微拉回一下 主要原因是 因為川普當選後 大家覺得通膨會復甦 我們等一下會講原因 所以這個公債殖利率 衝到4.5% 是近半年以來的新高 那當然 就好像是債券跌到近半年新低 包括什麼 技術面 我們也是跟大家講 你看這從去年9月份 到現在的10年級公債殖利率 你會發現它從高點5% 4.7% 4.493% 最近稍微衝過一點點 所以大家覺得 搞不好還是假突破 如果假突破我在這邊買 接下來4.5% 不再過去了再往下走 是一個合理的 所以你會發現 其實這上面蠻多常上影線的 因為殖利率衝高上影線 表示很低買 所以這邊去做一個佈局 是合理的 但是我還是要提醒大家 那基本面有沒有改變 其實沒有 川普到目前為止 都還沒有這個正式上任 所以你比較難評估 他後續到底 會往上走還是往下走 那現在是一個摸底的機會 好 那大家就會覺得 那我摸底會不會賺錢 那很簡單 我們到下一步來說 那這個美國前財政部長 桑莫斯 他就有示警 因為川普依照他的政見來做 會有減稅提高關稅 驅除非法移民 對 這些有可能會加重了 美國的通膨壓力 那很簡單 只要通膨壓力持續往上 基本上你要常在上漲的機率 就會很低了 對 不過有一件事情 川普是明年1月20號才上任 距離現在還有兩個月 兩個月的時間 空窗期 對 所以這一段時間 其實因為大家會有想像 就像之前會想像降息後 債券會大漲一樣 現在想像川普上任後 通膜會大幅走升 所以債券價格跌很多 所以我們跟大家講 川普就任後 如果他有可能往三個方向前走 因為如果你看之前 他們打選戰的時候 他們一直講說要打通膨 那可是又要減稅 這兩個東西 基本上是反的 你要你減稅之後 你很難打通膨 對 所以 很矛盾的 接下來重點就是 他上任後 哪一個是優先事項 那我們列出三個 有可能優先事項 第一個 打通膨 那如果打通膨 他可能講說 我要降低能源成本 我大量升很便宜的油 現在油價 假設現在油價70塊 我把它砍到剩30塊 那通膨會不會下去 當然會 所以短線的商品通膨 口望進一步下降 這樣就有機會 暫時壓力通膨 充高的壓力 所以如果川普商任後 先做這件事打通膨 那你就會發現 現在通膨高 搞不好兩個月之後 通膨就下來了 這時候有可能 債券的殖利率就下來了 所以這會是一個選項 但是如果他上來的時候 我們要先減稅 因為有一個減稅 有一個大的概念 減稅第一個 因為美國政府 收入減少了 支出一樣 那就是財政赤字 那他就必須要多發財 多發債 那除了這個以外 還有什麼 因為民眾會去消費 因為我原本 要繳那麼多稅 那我繳少了 我就把錢拿去花掉 那通膨當然會增加 所以只要先打減稅 那很抱歉 常在應該還有 往下跌的空間 就比較不利 對 甚至是你想 就是連準會講說 我要降息 那如果減稅後 經濟好了 我幹嘛降息 是不是搞不好要升息 那債券會不會跌 會 好 那第三個是打關稅 我們講這三個選項裡面 只有主打抗通膨 能夠讓債券的價格 趕快回升 不然的話 不管是減稅跟增加關稅 基本上債券都是偏空的 所以你現在去投資 我覺得你資產配置的角度 做是可以的 慢慢買 但你像賺短線價差 如果川普不是 如我們所料的 抗通膨入線 那這個時候 債券的價格 還有往下跌的空間 好 要再請教 其實川普勝選之後 可以看到美元 就一直走強 那麼台幣在最近表現很弱勢 要請教你 如果接下來的話 這個川普在就任之後 美元還會繼續強下去嗎 那麼亞洲貨幣的話 在未來一年 是不是表現都是比較偏弱 好 那一個主要的分析會想 第一個 川普會重返白宮 那這個美元指數狂漲 大家想說 川普不是要支持弱勢美元嗎 為什麼美元指數一直從 我們講一個簡單的概念 就是如果美國再次偉大 那美元當然什麼 美國 美元當然會走深 因為美國需求會高 所以如果後續真的有強勢美元跟關稅政策 請大家留意一件事 關稅政策有一件事很麻煩 為什麼要跟美國要跟中國打貿易戰 就是逼你中國的東西要變得更便宜 因為你要來跟我們美國做生意 那我跟你收了關稅 如果你還想要維持一樣的市場 維持一樣的價格 你東西就得變便宜 所以這時候 人民幣可能就要走貶 那當然這個是我們等一下會再解析人民幣 我只是說如果對每個國家都是這樣 那當然美元短線上就走深的機會 那這個凱頭宏觀表示 未來一年這個大多數的亞幣 還有貶值5%的機會 所以這邊大家特別留意一下 那我們來看一下 如果我們先從美元指數的角度來看 那這次美元指數 從過去的2023年的9月 到現在一年多的走勢 你會發現美元指數短線 基本上是向爆發力的往上衝 甚至這個高點在上星期的107.064 回頭看其實已經創了近一年來新高 那這樣的情況下美元還有偏空嗎 其實就沒有那麼空了 甚至是如果衝破107.348 假設衝到107.5好了 那表示什麼 一個很大的技術面反轉壓抑出來 這時候就算川普上任 很想要降息 很想要做別的事情 但只要經濟好 其實美元都還是有往上的空間 美元要弱的話好像不太容易 對 好 所以回到我們知道趨勢是這樣 美元可能還是暫時偏強的格局 那回到美元對台幣來看 你就會發現 台幣最近表現也稍微弱一點 還好今天沒有再破底了 對啊 那這時候表示什麼 其實有一些低買台幣的資金 還是有來的 對於台灣的股市好像也沒有那麼空 那我們跟大家講過 這個美元對台幣有非常重要的指標 就是這個 這個均線 這個是寄均線 你會發現 之前在寄均線上的時候美元強 那跌破之後是台幣強 這時候穿上去之後變美元強了 所以美元短線上有可能 例如說在三個整數 那跟看得到三二點六附近的區間整理 那如果你看到他衝破三二點六 甚至三二點七 就有機會去挑戰前波高點三二點九 但我們目前並不預期 會很快看到三三 因為你看 雖然今天台股修正了 但是沒有崩盤的壓力 對不對 好 那我們看到日幣這邊 日幣這邊其實跟台幣有點相似 就是衝破寄均線之後 就一路走扁 所以目前日幣也是偏扁的 那人民幣其實有點像 你看一樣是寄均線 在穿過去之後一樣 人民幣是走扁的 那我們可以看到這邊有個大概七點二期 如果衝破七點三 表現人民幣續扁的壓力會持續提升 而且川普在選前 他就喊說要把這個比特幣納入戰略儲備 那麼現在也有議員說這個要賣黃金 乾脆是改設這個比特幣儲備 所以我們要請教這個旗展 接下來比特幣就有可能再漲的一個空間嗎 我相信會有話題性的支撐 不過你要它爆發性的一下 例如說年底前衝到哪邊去 是需要一點時間累積的 那怎麼樣 這個川普其實他選前 因為收到很多嘉賓貨幣的捐款 那他自己底下基金會 也發行了一些幣 所以他在這邊是有賺到錢的 那就是他覺得這邊真的可行 所以他就推廣比特幣 那被視為川普盟友的共和黨參議員 盧米斯他覺得 因為明年這個川普完全執政 那所以他這個時候大好機會 推動這個立法 然後賣掉一些黃金 然後去買比特幣 100萬枚的儲備 不過100萬枚的比特幣儲備 現在大概是900億美元 但是大家知道 如果政府想要買 但是什麼 趕快先在立法的過程 就趕快先買起來 趕快先買了 對啊 所以這個時候 如果接下來在明年 賺掉100萬枚比特幣 他可能就要上千億美元了 不過這邊會不會是一個投資機會 我覺得是有機會的 但是大家要了解一件事 因為最近的漲幅已經比較大 因為其實黃金 今年在除了這一波的修正之前 其實今年也漲了30幾% 那也不小 比特幣從年初自從推供了 這個現貨ETF之後 一路噴出 那你可以發現 原本比特幣在這邊 一直盤整很久 那年大概8月的時候 還跌到低點4萬9千顆之後 震震震震震震 好不容易在這邊結束之後 從大概9月到11月這一段 慢慢漲上來之後 到了11月 川普準備要選舉前 6萬6千8 一路衝上去 你看自從這一根 是選上 然後發現 川普接下來 可以是完全執政之後 一路衝衝衝上去 所以到了 10萬了 對 所以到了9萬3 好 這邊我跟大家講一下 超多經驗 就是在經驗上 如果接下來能夠履創新高 那就沒什麼問題 但是你會發現 他如果這個9萬3千2百6千5 這邊過不去 你會發現什麼 上面有這個蠻長的上影線 經驗上都是出現一個蠻長上影線之後 它就有一個比較大的修正 所以這邊也是出現一個蠻長上影線 這個也會比較大的修正 所以大家要留意 這蠻長上影線出來之後 可能會有一些賣壓 所以其實你要抓一個長線投資 可是目前的價位已經有點偏高了 所以除非第一個 你有信仰 覺得接下來就是10萬 或者像那個女股神 覺得30萬5算都有機會 這個時候你就買的時候爆足 不然的話你就等什麼 稍微拉回一下 那這邊要留意一下 大概是8萬5 8萬5如果不跌破的情況下 你都可以視為漲多拉回 那如果跌破的話 表示經驗上它修正的幅度會比較大 會比較大 對那大家就要特別小心